校长痛哭患不动送餐公司背后有何隐情 原标题 校长痛哭患不动送餐公司背后有何隐情 从昨晚开始 河南一校长痛哭患不动送餐公司登上热搜 据河南电视台都市报道消息 11月23日 吃过学校的营养午餐后 新乡丰丘县赵岗镇七城中学30多名学生出现呕吐 拉肚子现象 学生们纷纷反映 当天吃的饭菜里豆腐有点馊 惠菜有点腥 他告诉记者 前段时间当地教育局通过招标后 送餐公司才变成了现在的这家 深了一校之长 却无法且无力为自己的学生提供有营养的饭菜 正如人们所关心的那样 餐饮企业由教育局统一招投标背后 是否有更多隐情 包括当初为何更换公餐企业 事实上 教育部等五部门 2019年下发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 要大力推进食堂公餐 并且明确 学校食堂要坚持公益性 非营利性原则 由学校自办自管 不得对外承包或委托经营 回到此事上去看 由校长的哭引发的一场围观 终究要得到解决 面对目前的困境 除了要将黑心商家与以言成外 更多监管层面以及流程优化上的问题 显然更加值得重视 11月25日 涉事餐饮公司负责人 回复上游新闻记者称 当日他们共送出3000多份午餐 一是对负责给该校师生配餐的北京志宏餐饮公司 立即停止公餐 待情况查明后再做处理